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 成绩第一,依据赛制,除了李承讯组全员安全以外,剩下的三组都要被淘汰一人,而各组人气最低的敖犬,布瑞吉,黄征和刘聪则是告别了哥哥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四宫的赛制是总分第一的阵营,才能够全员安全,所以四大阵营对于四宫都无比上心,毕竟安全阵营只有一个。 同时,由于正片内容被剪成了三期节目,所以哥哥们的大量练习视频的都呈现给了观众,包括很多的商讨细节,或许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哥哥的四宫再次出现了争议人物,而这次轮到了张奇。 之所以说是再次出现了争议人物,是因为张奇并不是哥哥中的第一个争议人物,此前还有一宫前因为空调事件和爱的分子问题而备受争议的林志炫。 二宫后,没有主动站出来离开的敖卷和买亨利,而这次四宫时,张奇受争议的点,主要集中在个人赛道和阵营赛道时的练习式片段。 担任赛道时,李承轩选择一致推选了张奇作为代表出战,因为李承轩很明白张奇的人气正在疯涨,可能在李承轩的预想中,人气正旺的张奇,加之一首黑豹乐队的经典摇滚作品,尽管可能拼不过陈小春和他的算泥狠, 但至少效果很差,那个第二名也不错。 但是李承轩没有料想到的是,张奇并不想走黑豹的老路,他要唱他成为黑豹主唱后的歌曲《战》。 张奇希望给观众看到的是新时代的黑豹,他不愿意玩情怀那一套,否则环冠中唱B1的经典会更有杀伤力。 尽管张奇并没有接受李承轩的意见,但是李承轩还是选择让张奇放手一搏,并给予了他鼓励。 逼着猜想,当时的李承轩并不是妥协,而是一定程度上的成全,因为他很清楚,无论是张奇还是皇冠中亦或者是自己出战单人赛, 都敌不过有人气、有情怀的陈小春和算你狠,所以李承轩愿意放任张奇去舞台上展现他自己和新时代的黑豹, 因为他已经把全部的重心都放在了战比更高的阵营赛,而且是孤注一致,张奇的战敌不过陈小春的算你狠和林志炫的空, 应该是很多人能够了想到的,但意外的是张奇竟然也输给了尹征的意见没,这个结果和原因,想必张奇本人在赛后应该会好好反思, 在哥哥的舞台上,音乐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气才是,情怀次之,音乐甚至不如表演和舞蹈更占优势, 幸运的是,李承轩组凭借阵营赛道的第一名和双人赛道的第三名拿到了总成绩的第一名, 全员得以晋级武功,否则这个阵营可能会因为张奇的原因而有人被淘汰, 除了担任赛道时的坚持几件之外,张奇另一个时候正义的点是阵营赛道时对打拉蹦吧舞台的意见, 当时张奇建议在打拉蹦吧前奏响起来之前,加入一段自己啊的吟唱和一段独白, 以充实作品的故事性,对于张奇的这个意见,首先呢导演发布声明说, 啊的吟唱还可以,但是旁白需要对内在讨论,但是呢张奇当时的表态是, 我很坚持,我真的不想讨论,我特别坚持这个东西, 之后欧阳静也发声表示,啊的吟唱比旁白更有故事代入感, 当讨论陷入僵局的时候,身为队长的李承讯问张奇, 那我们要不要投票,张奇的回答很是斩钉截铁, 不要投票,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东西, 当然了,矛盾的爆发点是,李承讯说张奇应该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张奇当时正在情绪激动时,直接回对了李承讯, 所以,有关于我说的任何话,我只要一说话,你就否定了我说话, 对于张奇立派众议,希望说服队友,以及对李承讯的这一片段, 网上的争议很多,有人为张奇没有团队精神的, 也有认为张奇只不过是坚持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的, 还有人认为,张奇在成功改变了悟空之后,飘了的, 再逼着看来,当时李承讯组处在会议讨论的阶段, 为了呈现最好的舞台效果,为了自己的团队能够全员晋级, 张奇表达的自认为对的想法这一点,其实并没有错, 但是张奇忽略了一点,他不是在场唯一的音乐人, 也不是玩音乐最牛的那个人, 所以呢,当导演和队友有反对意见的时候, 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创意是有问题的, 更关键的是,张奇不同意,不应该投票, 毕竟呢,达拉蹦把是一个阵营赛曲目, 而不是个人赛曲目,庆幸的是,还好达拉蹦把最后拿到了阵营赛的第一, 但是如果输了呢,如果有队友因此被淘汰呢, 张奇该如何担责,张奇作为哥哥这个节目里的黑马之一, 想必节目组都没料到,他能有如今这样的人气和热度, 那么在四宫这样一个关键的比赛阶段, 节目组明明可以不把这一段剪到正片中给观众看, 为什么最终还是做了呢, 为什么节目组在临近最后关头没有放过张奇呢, 其一,可能是因为李承轩组作为四宫以来从无败迹的团队, 组内的队员们人气攀升过于猛, 把一些有资本的前辈人气压得厉害, 所以节目组不得不剪辑一些东西, 其二,同样还是因为李承轩组成绩过于优秀, 除了从无败迹之外, 队内氛围和谐的意外, 以至于有网友质疑李承轩组, 尤其是李承轩和张奇是所谓的皇族, 所以节目组才需要靠剪辑以正视听, 但其实李承轩组之所以能从一宫到四宫从无败迹, 第一点原因的确离不开祸行男歌手的加持, 因为一宫和二宫时他都是队内人气王, 但是三宫开始, 李承轩组的成绩则要感谢李承轩的选人策略和选举的眼光, 以及队内基本都是音乐人的原因, 毕竟实力确实摆在那儿,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据悉李承轩三宫和四宫的原班人马, 在武功并没有被打散, 但是却输给了张晋阵营, 至于究竟是人员终于出现了问题, 还是排兵布阵依然有问题, 亦或者是选取不敌张晋阵营, 我们武功拭目以待, 李承轩组个人赛垫地, 陈小春组双人赛垫地, 其实都输在排兵布阵, 以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 看披荆斩棘的哥哥至少有三大槽点, 哥哥中的五位说唱歌手, 有人得不偿失, 有人不须此行。 我们下期再见。